法令人反應 謝謝主席,有請江院長 請江院長 林委員早安 我想就上个月3月22号内政总质询的时候 有关于谈到这个政府签署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力先言这件事情 我在这里在慎重地要请教我们这个院长 因为我在上个22号的内政总质询当中有谈到 就是我们政府已经签署了两大公约 而且在2009年的12月10号 这个正式将两公约的施行法公告实施 那你提了两个不联署不签署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你说原住民族基本法 已经可以包括了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力先言的内涵 这是你暂时给我答复的 我们认为原住民族基本法只是一个国内的法律 不能跟国际法这个混为一谈 因为那个味觉是不同的 第二个院长 你非常在行 你也非常专业 这是我们都可以肯定的 你说我国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所以无法将批准的文书送交联合国这个秘书处 所以不需要签署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力宣言 这不是限缩了我们自己的位置了吗 前面为什么我们要这个非常吃力的 搭费周章的来连署来签署这个两公约 还定了他的实行法 总统也公布实施 也签署了这个批准书 真的理由在哪里 院长能不能给我做答复 是 相委员报告 其实对于我们来签署相关的国际人权公约 这一点是政府的立场都是乐观其成的 就是说我们愿意去做 那上一次相委员特别说明的是 以前面这两公约的签署跟存放来讲 我们就知道它在实际上 仍然有联合国这个不予存放的问题存在 所以上一次是在签署公约 然后要存放到联合国遭遇阻碍之后 我们转而把这两个公约内国法化 就变成这个法的施行法 然后最后就变成是一种国内法的形式来呈现 所以最后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 因为本身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的这个身份关系 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用这两公约的国际法的效力 直接把它用在我们国内的行政上 但是我们把它内国法化之后呢 就克服了这个困难 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必须强调 我们的司法体系在裁判的时候 就我所知司法院也都有强调 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但是我们是会愿意去引用国际公约的一些原则跟规定 那么至于其他的这一些还没有签署的公约 包括委员所关心的联合国原住民权力宣言 它本身是一个宣言 所以就这个条约或者是法律的效用来讲 如果说比较起我们自己的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来讲 那么孙主委的看法是认为 我们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的保障 对国人的保障来讲其实是更为具体而有效 因为它就是一个国内法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努力去争取 另外也连同这个原住民族权力宣言 也把它争取来签署 或者说后续要怎么样存放等等这种问题 我会再起原民会来研究一下 如果说它并不是在整个程序上推不动的话 我们当然愿意去做 院长 院长 我们这是一个恳求啦 因为我们国内很多原住民的学者专家 也到这个其他各国甚至到联合参加类似这样的会议 当他们问到我们有没有签署这个宣言的时候 我们这是非常痛苦啊 院长 我了解 做甚至的考量好不好 不仅仅是我们原住民族权力宣言 还包括其他比如说儿童权力公约啦 这个表上所所奴隶的这个 都是做考量啦 好不好 第二个也顺便请我们这个讲部长 到前面来 院长 请讲部长 二零零五年 院长 二零零五年 我们行政这个公布了公告的国家教育研究院的筹备处 那时候成立了 成立当中要设置八个研究单位 其中有一个叫做原住民族教育研究所 结果呢 这个成立国家教育研究院之后呢 只设了七个 少了一个原来在这个筹备计划当中设置的原住民族教育研究所 这个道理何在哈 因为你既然在筹备期间设了这个八大研究所研究中心当中的一个就是我们原住民的这个部分 那么你现在不设了不仅违反了我们行政院审定颁布的筹设计划的公文书 也未能体现促进我们国家教育永续发展 特别是对我们原住民教育的部分 把我们这个原住民撇开了 部长你先做这个说明 谢谢这个林委员的这个征询 我想其实我想我刚刚听到您谈到这一部分 确实我不清楚这个为什么没有设这个这个研究所 不过我想我会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他的实际的情况 那跟原来的规划为什么有这个差异 我会做进一步的处理 再跟你做进一步的一个报告 是 那个院长 因为我们一一把这个要成立啊 推动一个什么叫原住民的这个推动委员会 就是要检讨所有的政策 包括内政 包括教育 包括原住民的经济 这等等 所以我既然刚刚部长有这样一个坦白的说明 我们像行政院这个部要负责任了 好吧 第三个我要问这个部长跟院长呢就是 这次主改的主改当中 事实上违反了我们原住民族教育法的这个规条就是 有关于原住民族教育法的第三条规定很清楚 教育部应该设置原住民族专责的教育单位 但是你看这个表居然把我们专责的教育单位分割为一个放在中和规划是一个放在国民 及学前教育部应该设置原住民族专责的学前教育署的原住民族与少数民族以及特殊教育组 院长 部长 我要请教是 原住民族教育法寫得非常清楚 专责的单位你为什么要将我们跟少数族群合并在一起 为什么要在国民族学前教育当中又要跟特殊教育组放在一起 我们是独立的专责的教育单位 你势必违反了我们教育这个原住民族教育法的一个规定 其实委员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其实并没有违反所谓专责的一个概念 其实把原住民族跟少数民族其实放在一起一起来谈 其实它还是一个专责的 而且我们事实上在两个单位里面都设了 在国教育里面这个设立 哪来的少数民族啊 我要问你啊 台湾哪来的少数民族啊 少数民族包含了可能 你是依据中国大陆讲的少数民族吗 联合国税院长 我为什么要求也恳求要签署那个联合国原住民族宪章 现在很清楚 原住民族它不是少数民族 它是一个70个国家当中都拥有这样的原住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体制啊 不要跟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困在一起 当然你这个部长你可能讲 有啊我们这边还有盟战委员会啊 对不对 原住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集体 我们要尊重啊 不是违法部会啊你刚才讲的是不对的 是不是 请你尊重按照我们原住民族交易法的第三条规定来设置吧 院长 是向委员报告 当然这个教育部里面的这个单位到科的细节我并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我能够想象的就是根据以前在研考会进行诸改的经验啊 问题并不是在说我们不把原住民族教育当成一个专责单位来处理 我想当我们要设科的时候一定有这个考量 反而是相反的少数民族的教育 如果说他要单独也成立一个专责的科的话 他们的人数可能会过少没有办法立科 比方说他可能只有两三个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应该是说少数民族的这个教育的业务 来复利到原住民族的这个教育单位 因为性质上是比较接近 那如果说一定要把他们分开的话 就会迫使这个司还要另外再多用一个科 那他们科的数目可能已经到上线了 那我想这可能是在人事跟组织上面考量的时候的一个要求 谢谢院长 您直接从我们人数它的需求 是这个来来界定 因为我还是很坚实的主张设置 原住民族专责的教育机构为三级的机关 为三级的机关 这个原住民族教育师 当然现阶段不太可能就像院长所说的 可能他的需求 人事的需求 会那么大 但是我们目标还是希望能够 这个 把分割掌理的部分 把分割掌理的部分 整并为一个单位 好不好 这个我朝这个方向来前进 第四个问题 请教我们院长跟部长 就是有关我们原住民失之培育 以及医生养成的问题 你看这个图表 我们失之培育的保送征选的比较表 当中我们分成了3D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 你看最旁边那个平地原住民 99年100年是零 那么101年102年加起来只有四个 原因何在 我们原住民有六个委员 分很清楚 各有三行 那为什么 为什么 从99年到102年 四年当中 我们平地原住民的 这个 失之培育的保送征选 征选的 只有四位 那么今年 这个 只有只有两位 那么 在去年的12月20号 很不容易的就是 前院长陈冲先生 这个召开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的推动会 当中 陈冲前院长也特别针对原住民族失之培育的问题 做了具体的财势 就是要求原民会以及教育部 研商建立机制 来改善这些问题 到现在 到现在 没有什么改善啊 部长 对我跟委员特别说明啊 其实在我们所有的保送 真实保送相关的名额 七十几个名额里面 其实原住民如果从总量的角度来看 已经不错 不过我当我也愿意进一步的来看 在3D原住民这边有比较高的比例啊 在平地原住民只有两位啊 那这个我想是不是比例上的调整 或进一步来做看 或再增加一点 我想我愿意在新的年度再做思考 部长 针对在各级学校的教师的这个情况 其实最近 在明天呢 其实会有一个一天的这个在教文的院会里面 会针对未来在各级学校 尤其是原住民的重点学校里面的 师资的需求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调整 或者至少某种程度满足 他的学生比例 如果在那个学校 学生如果原住民有三分之一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朝这个方向 让他的师资也能够达到三分之一 这个努力我想我们会全面的一起来看 也许是原额编制的问题 是 你要考量到说我们有三十个原住民 三地原住民乡 是 还有二十五个平地原住民乡 是 两百多所的 国小国中 重点去说 你要做考量 是 我立委林正二 是 民国六十年 是 当时教育厅 指定的 原住民保重生 我们一年入期 四十五个 演变到现在 一年入期 两个加起来 六个 委员我们出生的人口数 当然当然 这也要考量 但是我们希望说 是 三地原住民学校 对 原住民老师 原住民基的老师 要加重 所以我们会注意这个比例 好不好 我们怎么来注意这个比例 我们来推动 这些原住民的文化习俗 这些 怪习的时候 可能需要这些原住民基的老师来担任 同样的道理 也发生在我们 这个 一师养成计划当中 你看这个图表 每万人当中 全国平均十六个一师 李岛呢 还有十一个 都都 袁志明 只有七个 只有七个 那么从他的 养成的比较保 来看 101年 李岛 小薅 尼热 超级 好 你们 现在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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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